大家好 我是冲神 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移民外国可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 但不能排除的是有很多人因为对外国生活抱有太多幻想 导致有不少移民当地的悲剧发生 今天的嘉宾是一位从事社工工作的人 他会分享他在外国生活的所见所闻 包括一些以为自己为子女移民 童竟安享晚年退休生活的父母 还有以为有一伙反共的心就可以移民的黄丝朋友 以及一些为了移民而背走望中的实例 值得大家听到最后 甚至是留言讨论的 事先声明一下 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与你意见不一样的话 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言辞 面积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儿子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铃 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去我的网站Chungstock.co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 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挡大家太久了 去片 苏生你好 应该是2月份 我去了那间 Mental Health 医院 去到之后 帮那些病人做翻译 就有3个病人 其中一个是因为他有Dementia 他是吃错了药 进到医院的 Dementia就是那个好像你没有什么记忆 但又不是老人之外 跟着他可能就 因为他家里没有人 70多岁 他吃错了药 然后就进医院 我所知的消息 全部都是他跟我谈解的时候 知道的 因为我不可以去问病人的情况 我只是去做翻译的 接着他跟我说 他来了美国三十几年 香港来的 他的女儿就是美国出生的 因为他完全不懂得说英文的 但是很惨的一件事就是 他的女儿就完全不懂中文的 甚至乎他跟他老婆和女儿 就是完全溝通不了的 我不知道这三十几年他怎样 那他跟他老婆也溝通不了 他怎样去认识他老婆呢 不是不是 他跟老婆也溝通得到的 都是这样的人 但是那个女儿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 这个女儿完全不懂中文的 那他们在家里说什么 就是很简单的那些 比如说Water 意思就是我要水 但是他不可以给一个完整的句子出来 不可以说 Can you give me a water please 他不可以这样说 所以他跟女儿说话 完全是很基本的那些事情 有一天他女儿打电话过来 医院跟医生聊 接着那个女儿她说 我完全不知道我爸爸说什么 如果你真的要我去签什么字的话 那我可以签 随时之外 其实我也不明白他说什么的 其实很多移民都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住这个区 比较多拉丁域 其实很多都是爸爸妈妈说西班牙文 但是那个小孩就是完全是说英文的 不懂说西班牙文的 就是完全溝通不到的 我经常在想这些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到呢 因为譬如他出生都不是马上入学校 他可能都要几岁才入学校 那头几年的出生 那小孩都是跟家长沟通 都是说正常的 譬如香港人不是说广东话 但是一句广东话都不懂 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我老公的情况 就是他爸爸妈妈其实都是自利那边南美洲过来的 是的 我老公他懂得说西班牙文的 但是他的妹妹就完全不懂的 因为我老公他第一语言是西班牙文的 虽然说他都是在这里出生的 但是他的妹妹就完全不懂的 我老公跟我说 因为很多小朋友可能移民二代 他从小时候可能就是说他父母的语言 但是他五岁六岁入了学校之后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就不懂英文 然后很多小朋友就欺负他 或者是怎样 可能这些人心理就对于他父母的语言 可能有一些阴影 他就尽量去忘记这种语言 而且他都不再喜欢他 跟他父母说他本身的语言 就是我老公有时候他跟他父母打电话 他都是说英文的 我都问过他 他说他小时候 他在我家其实都是说西班牙文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突然跟他父母说话 都是说英文的 OK 先说你的案子 这个老人家他移民过来 都是做餐厅的 后来那间餐厅收了 后来我发现到一个很惊人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他是屋主 他自己买了一间屋的 他进入医院之后 因为他的屋没有他老婆的名字 后来政府收了他的屋 现在就是他的女儿拿不到一间屋 他的老婆可能也拿不到一间屋 就是他完全自己买了一间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法规就是政府收了一间屋 他应该是唐人街的 然后那间屋可能都过百万美金 然后这一百万美金就没了 政府就收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样的 就是他自己拿剪刀插了自己一刀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他说他是喝醉了酒 其实他真的没有想过要自杀 但是那个人呢 他都是来了美国三十多年了 他应该是五十多岁 可能是二十多岁来的 他刚刚来美国那时候 就是香港过来那时候 可能那时候是因为九七回归的原因来的 那都是对于中国可能没有什么信心 那来了之后呢 其实他刚刚开始其实都很反中的 但是后来到这边之后 他其实生活都觉得挺惨的 因为他自己找工找不到 那就可以找那些同仁的工 现在他入了籍 那接着他现在想回都回不了 他都问我 他说你现在是不是中国籍 或者是拿了美国籍 那我说不要拿 他说真的不要拿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回去 那这些事情回去 这个是他给我的意见 就是这样 就是很多人其实都转变了 他的政治上的观念 就是你政治上面有什么观念都好 那其实如果你真的没有饭开 没有钱 你什么都会改变的 我觉得 因为人都是很现实的 他都是因为COVID 他没有了份工 然后每天都吃烟喝酒 然后喝醉了 他自己插了自己一刀 进了医院 都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对于移民来说 就是很多香港人 他有时说自己 可能有什么政治立场 我其实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真的做黄丝的话 那你不如想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 去做黄丝 真的 首先如果你真的要移民的话 那你家里有没有钱 那有些人可能他真的家里有很多钱 他越了民之后 他完全不需要做事 他真的可以邀请一个金融計务 帮他投资 很多人可能看到有些YouTuber 他移民去了英国、美国 或者怎么样 他说我生活觉得挺好 这些人当然是好 因为这些人他本身 平时他那个职业就是做YouTube 他YouTube兵都可以做的 他有收入的 所以他完全不用擅心他的收入 这部分人如果说他是黄丝 他移民 他生活真的会过得挺好的 但你普通人的话 外国他又不承认你的合力 因为这件事其实都发生在我身上的 因为我第一份工 在美国那时候 我还在读Master 但是我Bachelor 其实是中国内地拿的 那时候我Master 欠那个Paper 那我就去毕业了 我去入職那时候 HR跟我说 他说不好意思 你要填你的合力是高中 刚刚开始我跟老板 Keng说 那个薪金是六万元一年的 美金 但后来去到入職那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犯法 但是他那个HR跟我说 就是你只可以拿四万五 因为你是没有合力的 是 后来过了大概半年之后 我Paper做完了 我拿了Diploma去找那个HR 我说我现在有Master 的Diploma 那你可不可以把我的份工 交回到六万元一年 然后他说 你等下一年 下一年才行 因为我们做这个入職 调整那个薪资 是每一年做一次的 那等于第一年吃了我十万五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歧视 但是这个是真实 发生在我身上的 但是我那时候我拿了 翻译好了的 内地的那个Bachelor 那个Diploma 他说不好意思 我们不认 所以就是我们一年 来到这里之后 我第一份工 其实是以高中生的身份去移入的 我觉得大部分的香港人 其实都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去移民的 譬如 很多人说你找工难 你要想 你用什么可以给别人利用的呢 你找工难 是因为你没有这些学历 很多人可能英文又不懂 这样的人为什么要请你 那你自己家里又没有钱 那你真的生存不到的 他们利用你就是他接收你那一刻 因为他要做一个政治秀 那他接收你那一刻 可能你就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对他们来说 他就是说 我今天接收了来自中国的 来自香港的政治难民 那他批了你身份之后 那你完全对他们来说 就没用了 那这些人 其实他都拿不到福利的 如果是美国的话 就是福利那些 是福利 完全拿不到 因为你不是citizen 但是你要成为citizen 那你一定要懂英文 很简单的英文 就是小学程度的那些英文 不是那些很复杂的 但是你一定要懂英文 但是有些人他完全不懂英文的 还有很多人他可能是很现实的 那他就会转变了他的观念 但是你要想 就是有些人可能他真的做过 那些什么黑暴 他参与过 那这些人其实他是不敢回来的 之前我听到一个节目 我都听到有嘉宾说 其实可以回流香港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参与过黑暴的 那其实你真的不敢回来的 对于这些人来说 那接着你就入到这个真空的状态 就是在这里 那你生活其实都挺艰难的 想回香港回内地 那你其实回不了的 还有我真的有一个同学 他是内地人的 深圳的 他是非常反中的 他经常都很希望 美国和中国打仗 他很希望推翻中共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其实就慢慢和他之间 就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 他人品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希望 另外一个国家去打自己的国家 你想想 你最后是美国 但你全家人都是中国的 如果真是中美开战的话 打起上来 你真的以为你家人可以走得掉吗 是 就是那种希望自己 陷阱那些人 我觉得真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这一层 如果真的打仗的话 那真的会死人的 是 还有死很多人的 他家人可能都会死的 如果你自己家人 那你也希望他会死 那我觉得如果 将来我和他之间 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 那他会搞死我的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慢慢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还有我觉得香港人 有时候挺搞笑的 很多香港人 他看不起内地人 但是他来了美国之后 西人工 他又找不到 跟着他唯有去 去中国厅 和那些内地的移民去打工 就是他老板也是内地移民的 有一间餐厅 中餐厅挺搞笑的 其中一个住宅 他是香港人 但是每一次 我和他说广东话 怎么餐的时候 他完全都是英文回答我的 他拒绝和我说中文 但是跟着那间餐厅的老板 是上海人的 他跟老板说话的时候 他一定要讲中文的 如果不是老板 随时就炒了他 这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有时候我老公都问我 为什么他不跟我讲中文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因为我觉得 如果大家是华人圈子 都知道 其实他完全是看不起那些 讲中文的 但是跟着他又没有什么办法 他唯有去和那些 讲中文的人去打工 所以我觉得其实 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这么凄惨 做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移民的话 我不是说你移民 一定要好过之前的生活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住 之前的生活的质素 如果你移民过的生活 是比之前差 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很多人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反中的 我不知道你 你知道他内地十几年之前 有什么凤姐的那个女人 有听过 其实就是什么 我找老公一定要高学历 然后用什么之类 但是他自己非常之 不要攻击人的样子 但是就不是很普通 其实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反中 其实他不是的 他正是想移民 然后他来了这里之后 就跟那些法轮功去接触 因为这个是最快的方式 因为你来到这里 你不懂英文 很多人其实都是 偷入美国的 你唯一的方式就是 申请Political asylum 因为如果你不是 拿签证来美国的话 如果你真是 偷入国境 来了美国的话 就算你和美国人结婚 你也拿不到身份的 这个移民法是这样规定的 他们唯有申请什么人道主义之类 那些人想去移民的话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攻击中国政府 其实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他跟我说 当时其实都是申请了这种方式的 他跟他老婆 但是他们完全开口 埋口都是 我们中国人怎么怎么好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觉得你觉得自己中国人好 觉得中国好 但是你移民过来 那时候你要唱衰中国 你要讲自己的国家怎么差 我觉得这个是很矛盾 身边很多人是这样的 另外 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差不多小了 我几岁 他是福建出生的 接着他五岁的时候 他整家人去了香港 现在整家人来到美国 他死都不认自己是中国人 他经常说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但是他也非常鄙视内地人 非常搞笑的是 他自己就是内地人 因为他自己就是内地出生的 如果你真的那么鄙视内地人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把你父母都鄙视了呢 非常搞笑的是 他现在上班的老板 都是一个内地人移民 因为他自己都是找不到那些西人的工 其实很多二代三代 他们生活都不是那么好的 据我所知 因为我做社交工作 我接触到的多数都是那些比较惨的 那些移民 如果你真的说有些有钱的 那些确实是有的 但是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要移民呢 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税制的不同 为什么那些有钱人他喜欢移民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你来到这里之后 你可以聘那些什么 去做税 减税 可能你每一年赚到几十亿 但是你一分钱的税都不需要交的 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去中国 你去内地 那你可能做不到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有钱人 他们喜欢移民 但是你普通人 你做不到这样的嘛 那如果你普通人 你来到这里 那你的税非常高 基础建设不好 比如说那时候 Eat Palestine Ohio 火车那件事 那个媒体完全没有报道的 我最开始听到这件事 其实是中文的媒体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我首先觉得是不是假的新聞 后来又说那个记者 他在採访那时候被人拘捕了 所以如果你说这里有什么 新闻自由 那其实是没有的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记者不会被人拘捕了 这件事好像是2月3日发生的 但是我是2月13日才看到 第一份英文的报道 报了两天左右 然后就完全听不到 后来又说那个调查员 又死去自己的家 之前有一个嘉宾上的节目 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纽约 那可能就会非常之严重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可能 就算真的发生在纽约 其实也不会的 因为美国这里的新闻 其实它很多都是原本的 譬如说我这个浸 或者是我这个城市 那个新闻 完全就是报道我这个城市的事 就是很多事情 它想不到National的那个level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发生在纽约 我自己觉得就不会 除非你真的说影响到国际上的那些东西 才会的 因为你知道纽约 整天都枪击 地铁 整天都是那些暴力事件 其实都听不到有那些新闻出来的 因为他真的太多了 报不完的 如果他整天都跟你说这些东西 那他新闻都不用去做其他东西了 所以我意思就是 其实如果你就是说 想说自由民主 其实这里不一定有的 还有我觉得 美国它用一些多重解释的字眼 但是它完全是给你一种解释 比如说民主这个字 其实你很多解释的 但是它给你的解释就是 你投票啦 这些就是民主 但是其实民主很多解释的 比如说你真的有听取民主的意见 为民生去着想 那这些都是民主的 但是他给你的解释就是 你可以投票 那这些就是民主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 中国不是民主 因为内地你不可以投票的嘛 那这些就不是民主的 就算你真的帮人民做了很多事情 那其实你都不是民主的 还有自由都是这样 他说你自由 你可以骂政府的 骂完之后 骂完之后 他什么都不改 那这些是不是自由呢 还有他跟他说多元的文化 diversity 他意思就是说 你要很多不同的种族 那这就是diversity 但是比如说你是亚洲人 那你是韩国血统 你是中国血统 你是日本血统 那这些不叫diversity 对于他们来说 他给这个定义 就是很单一的 所以很多人用了他这个定义 就是说diversity 其实我们都有这个diversity 但是他说不是的 因为他觉得你没有黑人 你没有白人 你没有其他那些膚色 跟你不同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西方人 对于中国 或者对于内地 很多不同的误解 因为很多香港人 他可能都会接收了西方那一套 然后他就觉得内地是这样的 是执拳的 因为他不需要直接去攻击你的 他只需要给一个单一的解释 对于这些字眼 那整件事就不同了 是这样 明白 好啊 多谢Alex 今天有很多新的咨询 谢谢 下一次有什么 你遇到生活上比较特别的 或者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再联络我 我们再听过 好啊 谢谢 多谢你的信息 谢谢 拜拜 好了 那嘉宾的分享 到这里就完了 你身边又有什么移民的例子 不妨在留言区讨论一下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欢迎留言 聊聊聊天 但是记住 做过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 在这个平台 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